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怎样加强这个专注能力 我们都知道很多方式可以来帮忙我们加强 有些课程帮助 有些课程给我们一些练习来增加 加强我们的专注能力 当然有些人说冥想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专注能力 可是从另一方面 我们也是要把我们那些 会阻碍我们专注能力的一些东西 把它削弱掉 我们讲到种子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怎样把那些负面的种子把它削弱掉 所以今天我们要专注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就是要专注于 怎样把那些负面的种子把它削弱掉 帮助让我们更有专注能力 所以四力量当然有四个力量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好好的专注能力 就是肯定在过去我们可能有种下一些负面的种子 让我们现在不能专注 是哪一些负面的种子呢 可能当人家在试着专注我们去打扰到它们的意识 我们可能太吵 我们可能太突然 讲话太突然 打扰到它们的那个瓶颈 它们专注的意识 或者当然人家在做冥想 我们去打扰到它们的那个冥想的数字 当然我们一知道这个是我们所过去种下的种子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有名字的懊悔 我们知道我们都已经这样做是错的 所以我们当然第三我们就承诺 承诺就是有一段的特定的时间 我们承诺说不要来打扰到人家的意识 打扰到人家的专注 第四就是要平衡 怎样平衡呢 我们就要很小心的 很小心的 当人家需要专注 当人家在思考 我们不要去打扰到它们的意识 比如说当然人家在做冥想 我们就要轻轻的 可能我们甚至都不要动 不要有一些动作 不要去打扰到人家的冥想 或者人家在开会 我们有电话进来 当然开会之前我们要把电话弄成精英 可是有电话进来 我们有看到有电话进来 我们比如说需要听的话 我们就要走出去 不要去打扰到人家在开会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做的 是力量的动作 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专注能力 所以我希望这个会让大家更明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 我们会更加有专注能力 谢谢